花呗额度怎么提升 花呗的额度很大程度上和芝麻信用分有关 提升花呗额度可以 1.付款时设置蚂蚁花呗为优先付款方式 花呗 设置 设置付款顺序 将花呗放在最上面 优先使用花呗消费 2.按时还款 花呗的额度是根据你的使用和还款记录综合评估进行提额 受与用户500至5万元不等的消费额度 对于花呗和借呗中的借款 按时或者提前还款 对于提高信用和芝麻信用很有好处 3.将零钱转入余额宝 支付宝中的总额越多 系统就会觉得越有钱 额度也就更高 此外支付宝还会产生收益 可以设置余额自动转入 4.增加账户活跃度 活跃度不断提高 提高会员等级 多使用信用卡还款 交电费和水费 5.自动提高额度 花呗额度会不定期进行调整 可以在设置中选择额度设置 自主提高额度 在设置中选择额度会不定期进行调整